車椅子卻調查 道主第三名的學校是萬能車大 道主第二名的學校是經國管理學院 就是在本年度大學學院學歷調查平台 道府第一名的學校是 好 要公布了 高雄參與大學 今年學權調查評鑑第三名的學校是 台科大 今年學權評鑑第二名的學校 高雄醫學大學 本年度學權評鑑第一名的學校 我們學學權權力調查評鑑小組 是成立於2010年 那我們是一個就是以各大學的學生 自發性組成的團隊 希望藉由調查評鑑的方式 能夠自主的發展出一種 就是以學生觀點為主的學權調查 然後用來爭取學生權力 我們這一次的評鑑整個結果 讓我們發現其實有主要兩個問題 是台灣高雄教育目前見到很嚴重的問題 從80年代 90年代 慢慢走到民主化之後 那直到現在 我們的校園內 還是有存在很多的保守的 威權的校園 都還沒被排除 那即便是在大法官 是382號到684號的解釋 不斷去告訴我們 特別權力關係應該被終止 而且在680號解釋明確的宣告他 特別權力關係已經中止的情況底下 還有 校園內 有這麼多的保守校園 依然沒有被改變 就是承襲自過去 威城市在介言市在那些傳統的校園 有八成的學校 目前還有 還有 刊物審稿的規定 那刊物審稿的規定 所以有些不只是說透過 透過那個 透過刊物審稿辦法 或刊物 處理辦法等等 就社團的刊物處理辦法 有些不是透過這樣的規範 有些透過講成辦法去規定 學生不能夠散自的去散發一些文章 或文字等等 那這是對學生的言論自由 有非常大的侵犯 那這在過去 在出版法廢除之後 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刊物審稿制度 已經被大家挑戰到 已經是 不應該有這樣的制度 但到現在為止 到2011年的經歷 那台灣已經民主化了 甚至已經經過兩次的政黨輪替了 那還有這樣子的刊物審稿制度 是讓我們非常覺得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目前為止 過半出的大學還有 不得集會有行 然後不動學潮的相關法則 那這顯示出 這都是過去在 校方用於打壓這些 這些學校裡面的異議分子 或者是比較集體的一些 學運的學生等等 一些手段 甚至去整處議題的一個方式 直到今日還有這樣的校規 甚至我們看到有些學校的校規 居然有說 不得違背國家法令 或是對總統不敬 國家領手不敬 這樣的校規到今日都還依然存在 那我們認為這是 應該要被廢除 應該要去改正的地方 在今年的6月13號 我們總統大學校長 吳智良 吳校長 在校務會議上宣布 因為公務人員加薪3%的羽油 所以校方必須進行總量管制政策 總量管制政策 它所謂不合理的地方 是我們有三點 那第一點是因為 學校的平人還是經過三級三省的制度 也就是從系院到校 三級三省 可是 因為系跟院是實質省合 那送到校的時候 校是行事省 但是因為這個政策的關係 從院送到校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做出排序 那這個排序的依據是什麼 是並不明確的 因為學校並沒有向學生說明 那這個政策呢 是以院為單位 它會造成什麼 不管各系原有的原額 會導致某些系呢 可能會永遠聘不到教師 那第三點 這個總量管制政策 是學校為了依據經費的缺口 但是對於大學教育來說 如果你將錢審在實際上面 是不合理的行為 另外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發現 台灣的高等教育在這幾年 這近十年來 不斷的在往教育私有化 不斷的在往 市場機制的新自由主義的這個邏輯 一直這樣子下去 那我們發現其實高等教育精神 在逐步的輪上 教育部在今天 8月2號 有一篇新聞出來 教育部長昨天說 大學的學費 希望你改 那個調產無上限 那引起很多的學生 跟家長團體的反賣 這讓我們很肥 所思的是 他不斷的在想往這個 市場機制 或是新自由主義的這個 這個脈絡底下去進行 他的規告教育政策 那我們認為 是應該全場被改變的 在過去 我們認為大學是社會的良心 但是現在卻成為 宣術企業當中的一環 那對整個社會來說 我們生產了什麼 生產了沒有用的論文 寫給外國人看 然後 篩產了對社會無用的文憑 各位同學大家都知道 你拿到了一紙大學的文憑 就去找事 你的工作可能跟你的文憑 是完全無關的 那更糟糕的是 我們原來很好的 技術體系完全崩潔 那這個是 整體說來 我們的大學體制 大學政策千倉百寡 所以 唯有我們的教師 跟我們的學生 意識到 我們過去是學生 是老師的身分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變成 高等教育產業的勞動者 唯有我們意識到 我們的階級意識 就是說我們已經變勞工了 我們目的是為了 這個大學的 這個高等教育的產業 在賺錢 我們是被 這個所謂的高等教育的產業 剝削底下當中的議員 唯有意識到 我們自己的階級 處境 我們才有行動的可能性 我們這次的調查 我們 是我們首度加入 那個科技大學的部分 那這整個調查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 其實科技大學的 學生權力的狀況 是普遍的差 那這個普遍的差 它到底是怎樣的差 我舉一些例子 給大家聽 77間的科技大學 裡面有71間 有宿舍門禁跟電力制度 那這次讓我們非常匪夷所思 昨天新聞發布之後 在古老網上 有很多高雄參旅大學的 一些老師或是學生 上來留言 他們會這樣嚴格規範 是為了要符合業界的需求 但這基本上就是 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大學應該是去要求 業界不應該有 這樣子不合理的規定 或是不合理的 壓制學生的 基本權利的一些做法 大學應該是要去 這樣子要求業界 而不是去要求學生 去符合所謂業界的規範 這是完全背離的 大學一個教育的精神 他不斷的在重置 這個課反應 譬如說 各大的學生可能就是 成績比較差的啊 或是他們 狀況比較不好的 行為虛制 可能比較不合乎 校方的規範 或社會的規範 所以我們就是壓制他 但是實際上 他們不是去做教育 而是去做壓制 去禁止他做某些事情 這基本上是違背他教育的意思 大學現在目前 各校的學生權利的狀況 是各自不一樣 那我們認為說 沒有道理 我台大的學生 可以比較自由的進出校園 然後宿舍不用收到規範 我科技大學學生 就一定要收到這樣的規範 那大家都是學生 應該享有共同的一個 基本人權 在校園裡面 應該享有這樣的基本人權 對 那這是 這不應該是大學自治的一個範圈 那我會這樣講 就譬如說我們好像把 把 各個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在各個縣市自訂 那 各先譬如說 台南市我可以規定說 不能出版 不能出版刊物 台北市我規定不能集會遊行 但是不是這樣 在全台灣所有人權 應該是標準是一致的 那我們認為說 在大學應該也是這樣 不應該因為不同的學校有 不同的差別的規範 對 你可以說管理上的規定 有一些差異 但是問題是管理上的規定 要如何有差異 應該是由學生來 來進行 自己來決定 不應該是由校方去做一個 事前的預防或宰治 那我們呼籲教育部 應該是要對這樣子的一個 違法的校規 跟已經違憲的校規 去進行一些檢討 甚至應該要求各大學去做一些改變 但是我們從去年的 去年的學員評鑑做出來之後 我們前往教育部 那教育部的回憶只有兩點 只有兩個方式 他回憶了厚厚的一疊的文件 但是重點只有兩點 第一點是他認為說 這就是大學自治的範疇 他又將學生權利保障的部分 丟給大學自治去管理 那第二個部分他怎樣回憶 他要求你從校內申訴管道去申訴 那這是我們無法認同的 教育部作為一個主管機關 他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作為 那這是校內應該去進行一個 轉型正義的工作 那我們認為最合理 跟最實際的做法 是教育部應該去連理一個 類似學權保障條款 或是學生權利保障的專責 這樣子放到大學法中 去做一個明確的保障 這是我們認為教育部實際上可以去做 最後我們希望說 我們從這個學生權利調查出發 我們可以去看到一些問題 我們希望說 教育部應該把我們列的這些 學權的指標 應該要納入到大學評鑑的指標當中 這是我們認為教育部應該要去做 目前的大學評鑑的指標 是沒有納入學生權利的任何 任何的相關的指標 那這次教育部應該要去做 那以上是我們今年的評鑑 以上的評鑑 有依然是我們 為一個文靈的指標 很開心 感谢观看